日前殘因布隆族猎人于满龍事件 立法委員呼籲政府重視竹人猎槍安全 没想到25号再度发生 王姓少年误极事件 竹人为了传承狩猎文化 却因此赔上性命 拥有多年狩猎经验的猎人表示 自制猎槍装子弹的速度太慢 为了在发现猎物时能马上击发 多半会先上堂 但没有保险装置很可能发生误极 我们的枪没有保险 没有保险之外是你在打猎的时候 你上山打猎的时候 你可能子弹已经装了 这样装的枪机可能也固定在后 那问题是我们的板机非常敏感 有的枪也没有装护工 那没有装护工的就很危险 那可能速藤勾到还要击发 那你滑倒可能也击发 任职时常处理猎枪相关业务的警员也表示 青年要学习援助民族的狩猎文化 带领的长辈应该要教导用枪时机 不要因学习传统文化 因此丢了性命 年轻人当然他们也要想说 要学习我们这个老祖先的这个传统记忆 你安全地去平安地回来 这个才是首要的打猎的这个风俗习惯 我是认为第一个枪口绝对不能对人 第二个就是先不要上膛 但自制猎枪安全性备受疑虑 律师特别提到原住民族使用猎枪是基于生活质用 以及传统记忆应该另立专法提出制式规格 让族人能够安全狩猎 我们的枪是生活工具 但是枪炮条例的枪是犯罪工具的管制 那我们是希望做生活工具的管理 应该要把它独立出来成一个专法 我们把它规格化出来 就是没有连续挤发的那个装置 保障主人的安全 另外我们可以说服外界说 我们这把枪是没有治安疑虑 尽管警政署表示是否开放制式猎枪 会在和相关单位研议 目前也用专案方式 研究知识猎枪使用及配套 但族人因猎枪规格不安全 而受伤丧命的事件层出不穷 政府如果再不重视猎枪安全问题 逐连狩猎时 难保死亡意外不会再度发生 记者那么也顾心没去问